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新闻网,我是主播许端一 今天是植树节,新北市长侯友一集合金山万里社区 学校与机关团体在金山运动休闲广场 种下了五千株的杜鹃花 不仅如此,还到在年底之前 要在新北市种下两万株的杜鹃 让新北市遍地开花 植树节是爱林造林增加绿花土地的节日 今天在新北市长侯友一的带领之下 集合金山万里社区学校以及机关团体 在金山运动休闲广场旁种下五千株的杜鹃植栽 市长要以行动表达爱护林地的决心 也要让新北的林地面积维持成长 打造新北成为宜居遍地开花的美丽城市 来找一个美丽的地景 有山有海的地方 来造杜鹃林 让很多的观光客愿意来这里参观 希望一进到这个地区就可以知道 哦,杜鹃花的高雄来啊 感谢的是新北市政府呢 以及这个农业局在这个金山农会的辅导下 我们金山地区的产销班呢 现在这个金万地区已经在重面积已经达到三十公顷 那这三十公顷呢 每年呢 占这个市占率达百分之八十的杜鹃呢 来自金山 那全省的供应量也是有十只杜鹃 有八只是来自金山区域 杜鹃花盛开时节各地市场举办杜鹃花节 不过却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金山其实是全台湾杜鹃种植最多的地方 可以说是各地杜鹃植栽的家乡元气 这么特别的特色花卉代表新北市 市长侯友宜表示 要让金山被看见 让新北被看见 到年底之前 还要在新北市种下两万株的杜鹃之灾 那新北市预计在今年到年底 会种两万颗的杜鹃花苗 在我们新北市的各地 所以我希望新北市的各地 四季都可以看到杜鹃花 让我们城市的品质会越来越好 让我们的森林的覆盖力 也能够永远保持全国第一 让我们种植的林地面积 也能够越来越多 让我们新北市变成一个森林的遗迹城市 各社区的成员与学校学生 一起在今天种下杜鹃 让全国氯化面积之冠的新北市 氯化的面积再扩大 另外随着花卉技术的进步 杜鹃花几乎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到 因此借由往后在新北市各地区种下杜鹃花 要让新北特色花卉遍地开花 打造好拍美观环保观光实力 记者老名函金山采访报道 来自lich面积或认识地开花卉的